港股大跌,為何會令2,000公里以外的韓國散戶輸身家呢? 最近,南韓的投資圈出了一個很驚人的新聞 災禍的源頭竟然是來自香港 過去幾年,港股的表現一直都很差 而2024年都是繼續急的下跌 由年初的17,000點,跌到現在的15,000點 韓國當地媒體估計,如果投資者選手離場 現在是至少虧損超過6萬億韓元 即是360億港元 很多韓國人面臨老年破產 我們就來看看,為何港股大跌,連韓國人都會選手難腳了 這次韓國爆雷的商品呢 就叫ELS 股權連結證券 Equity Linked Securities 很多香港人可能只聽過ELN 未聽過ELS 我自己都經常被銀行經理游說去買ELN 究竟這些ELS和ELN有甚麼分別呢? 又為何這麼多銀行經理喜歡勸我們買這些衍生產品呢? 我首先介紹香港人最熟悉的ELN 英文是Equity Linked Note 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或者講故事 跟大家講一下甚麼是ELN 一年前小明看中了一隻綠尼式的ELN 他用10萬元買了這隻ELN 我隨便作名叫番薯公司這樣說 行使價是800元 在到期日 如果收市價高過行使價800元 散戶就可以收回10萬元本金 再加銀行派發的票面息率 在這個例子剛剛講過落離息 這隻股票在到期日跌穿800元的話 散戶就要被迫用800元買入10萬等值的資產 其實邊商就像short put一樣 跟short put最大的分別 short put你可以隨時平倉 而ELN是不行的 為甚麼小明會買這隻ELN呢? 因為當時番薯公司是人人都喜歡的大籃籌 當時股價是1200元 他就想了 這麼好的公司怎麼會跌到800元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麥菲定律呢? 麥菲定律告訴我們 如果一件事有變壞的可能 無論這個機率有多小 他都一定會發生 好了 市逆轉 這隻可能某些原因 可能是經濟差了 或者是出了一些政策上的逆風 這間番薯公司 股價由1200元 腰斬跌到600元 小明現在就要用800元 去接回600元的貨 回顧以前香港的時候 就有很多退休的苦主 就跟傳媒說 在2018年初 騰訊股價在400多元的高位的時候 他每天都接了很多銀行的sales 打泥去推銷騰訊的ELN 當時這隻騰訊的ELN有8-10利息 那些老人家就想了 其實我自己又不太懂得炒股 見過市升那麼多 但是我放在銀行 定存利息又那麼低 經理又那麼力推 ELN那麼高息 那我就買來試試投資 因為是固定收益 當然固定收益這個定義 我之後會再講一下我的看法 因為現在市場上 很多人濫用了固定收益這個定義 結果除了投資騰訊的ELN之外 這位老人家 他還花了幾百萬去投資阿里巴巴的ELN 結果被迫接蟹科 最終虧損了幾十萬 其實我經常都收到不少朋友 發給我的問題 問我買不買某隻基金 某隻ATF 或者是某隻股票好呢 又或者也遇到很多不同的質疑 就是說 Milla其實你之前的投資成績究竟是怎樣的 你行不行的 你經常這樣出來說股票 為了解答不同朋友的一些疑問 我搞了一個線上分享會 大家有興趣可以上去 www.millayen.com 去聽這個線上分享會 有什麼問題也可以當場問我 而今次南韓爆雷的主角 叫ELS 那跟ELN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通常都會和某一間公司 或者某一種指數的價格掛勾 如果這隻股票或者指數 在一定的水平行range 那ELN就會提供利息 但是如果不幸大跌 你今次就不是要接貨了 你是直接輸了你的本金 今次這幫韓國人買的就是這種ELS 他們連結的就是香港國企指數 香港的國企指數過去幾年 怎樣的表現 其實都不用我多說了 不過我另外想順帶提一下 其實講開ELN和ELS 一定不得不提 Accuminator Accuminator在2008年 國際金融海嘯的時候 我經常看新聞 都聽到很多人說 Accuminator 好像一樣是很得人害怕的東西 令到很多人破產 都是很多電影或者電視劇 就說這個Accuminator 叫做Accumulator 雷曼未解決 雷曼事件令到一般散戶 都學會什麼叫做 但是最近不少股份股價大跌 投資者一心撈底 連Accuminator 和股票掛勾票據ELN都關注了一份 這個產品呢 其實你可以理解 和ELN和ELS有一個類似的地方 我也是舉個例子 因為我直接說定義 其實大家會很難明白的 例如是小明他和銀行買了一張 Accuminator的合約 這個Accuminator就是掛勾 一樣都是番薯公司的股票 現在番薯公司的價格是1200元 而這個Accuminator的行使價是800元 小明這張合約是12個月的 所以意味著小明答應在12個月之內 每個月用800元買入這個番薯公司的股票 而銀行也答應每個月用同樣的價錢 賣給小明 一開始小明就好著數 因為他用800元買一些市價1200元的東西 即沽即賺 不過銀行是不會做虧本生意的 有兩個魔鬼細節小明就沒有留意到 第一就是他有一個叫烤出價 這個烤出價是1500元 意味著當這間番薯公司升超過1500元 銀行就不會買番薯公司的股票給小明 所以Accuminator的盈利是有限的 如果相反 番薯公司的股價不是升 而是跌 會不會有一個下跌保護 令到小明輸有限 答案是 NO 就算這隻股票跌到1元也好 小明依然是要用每個月承諾的價格 即800元買入同樣數量的股票 合約期內 沒得說走就走的 小明買完Accuminator 第一個月 第二個月 第三個月 小明都賺很多錢 因為番薯公司的股價都保持在1000元樓上 所以小明用800元買貨 都可以有200多元的利潤 沒多久了 小明就收到Bankers的電話 銀行經理就跟他說 我沒事你 都說你一定賺的 你趁這個試好買多幾張 那你每個月就賺多很多 在這個時候 小明就受不住金錢的誘惑 一口氣就買多5張 打算配戴利潤 他又沒想過番薯公司的股價會跌到800元樓下 誰知墨菲定律在這個時候又生效了 番薯公司的股價由1000元跌到600元 而現在小明的合約還有7個月 即是他未來7個月都要用800元去買 市價600元的貨 而且不要忘記 他試好的時候還要買了5張合約 所以這個虧損是佩戴了5倍的 所以I kill you later這個名字 其實是很貼切的 不只是一個爛鏡 因為你一開始會有很大的甜頭 但是隨著時間的延長 你最怕發生的事 只要時間足夠長 就肯定會發生 那說回這班南韓的退休或者中老年的散戶 因為香港的股市大跌而損手爛腳 為什麼會引起南韓社會這麼廣泛的關注呢? 因為投資有賺有虧的 原來是因為銀行職員的銷售手法 是被當地傳媒大力評擊 有些銀行職員就說這些是穩定收益或者固定收益的產品 還拍了心口的話 除非香港滅亡 否則這些產品是不會輸的 就是用這些手法誤導了不少公公婆婆 所以這些公公婆婆以為香港國子的ALS 是一些很低風險的投資 而且這些投資者三分之一都是65歲以上的老人家 除了銀行經理Hardsell之外 其實另一個這班老人家會買香港國子ALS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對香港也有一種獨特的情意結 可能現在90後00後就很喜歡聽KPOP 但是那個年代的南韓老人家 其實對香港的印象是停留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電影 例如很出名的英雄本色重慶森林 當年周潤發的一個飲品廣告 或者是哥哥張國榮唱的歌 都影響了不少韓國的年輕人 也有很多韓國少女 因為這些香港明星而去學廣東話 來香港旅遊 其實跟今天的哈韓族沒有什麼分別 而那些年輕人現在就長大成人 所以他們對香港甚至是香港股市都很信任 我們再來說一下這件事 其實對我們也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或者是有一個很大的啟發 為什麼韓國或者某些地方的銀行經理 這麼喜歡推人買ELN或者是accumulator呢 就是因為這些product的佣金是非常之高 而你買得越多 他收到的佣金就會越高 所以你要知道他的利益和你的利益 未必在同一陣線上面 你自己幻想一下假設你是經理 每天對著你上司天天出你數 天天洗你腦 你的道德感 其實是否真的可以保持出於泥而不厭呢 那我不排除其實很多銀行經理 可能真心為客戶 但是大家對著自己的錢 你們真的要小心 你不要將你的命運交給別人究竟有沒有道德 而你要去自己掌控你自己的金錢 掌控你自己的命運 你不要想著政府會保護你 就算政府加入調查 其實最多讓他辭職或者釘牌 其實他辭了職 但可以找回第二份類似的工 不做銀行不是做保險 做不到保險就是做其他類似的金融機構 或者傳銷 其實對他來說影響不大 在這裡我想起其實香港也有很多血淋淋的例子 我講一個我真實發生的例子 就是有次我講過 我看到一個叔叔 他跟我說他五千萬輸了三千萬 為什麼呢? 很多老人家買了類似ELN、ELS 他們以為買了一份很穩定的固定收益產品 而平台的管理費也極高 大約在2-3%左右 而且裡面的結構非常複雜 其實如果你想買固定收益的投資 直接在一些可靠的平台買美國國債 其實美國國債是完全不收管理費才入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買一份很複雜 包含很多東西的基金 你一定要了解它究竟裡面會不會包含很多垃圾債 或者是不符合你要求的一些基金產品 中先生其實你的戶口經常都有這麼大筆錢 真的沒想過投資 不如我介紹一個基金給你 你的手續費你都賺鬼了 怎麼會呢?2%而已 2%? 我現在當給你200萬利 2%就是4萬 我在這區買齊這20多隻股票 每次收我的手續費 只有2元美金而已 Judy懷疑80多歲的父母從來都不知道自己在買什麼 甚至懷疑有沒有人解釋過投資風險給他們聽 這兩年我不停地去很多地方都投訴到金管局 但是都沒有一個合理的回覆 告訴我那個阿莊有什麼問題 到最後他給了一封信 說他們全部有錄音啊 有了簽名 所以完全沒有問題 Judy就說曾經問過媽媽錄音的過程 錄音那些要說什麼呢 他說全部他括了 畫了給他知道 有張紙在桌面上 叫他答什麼 讀什麼 全部有了紙 叫他跟著讀就可以了 我問回媽媽 他是完全不知道自己買了什麼 其實是不是真的這麼值得買呢? 你自己不懂看就給子女看 不要輕而被人哄到你買任何投資產品 你一定要冷靜些先 或者你可以WhatsApp我助理 我助理去幫你看 都沒有問題 這些我就是不希望任何公公婆婆 被人誤到買一些不符合他們的需求 例如他們需求的是很穩定收息的東西 但是他買回來的東西其實是極高風險 我不希望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這個南韓散戶的故事其實不是跟我們完全無關的 我們每個人都要小心留意去看每一種產品 究竟適不適合自己 拜拜